這個A裡面,Parent的屬性 Parent就是副成啦,我們稱作副成 那這個呢,我們來看一下你要怎麼用 我們剛剛有做了一個這樣的動畫,對不對 今天如果我們的那個影片 這裡有一段影片 你想要放在這個上,或放在這一張上面 比如說我放在這一張 我把它丟出來 丟出來 好,大小先調整一下 那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請問你們在Photoshop 如果你們現在用的版本是哪一個 你們是用2018,還是用2019,還是用2020 你們現在Photoshop用哪一個版本 2018以後,你們有沒有發現 當我們在Photoshop做縮放的時候 要不要按住SHIP 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2019,我沒有按住SHIP的喔 有沒有,就預設就是自動等比例縮放 你按下去之後,反而是變非等比例縮放喔 有沒有 所以 2018以後 我們的Photoshop 預設是編導 當然如果你要改的話也可以啦 到哪裡 到這個地方 天號設定裡面的 這裡 去把它的那個快速鍵 改一下 有沒有使用舊版縮放 你如果這裡有勾起來 那就可以恢復到以前大家熟悉的 不過呢 你勾起來之後 那你就回不去了嘛 你就沒辦法用心的方法 好,那麼我們在AE裡面呢 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在縮放的時候 如果你先按住SHIP的 因為這邊還沒有改 你按住SHIP的 再來縮放 你看我現在按住了 有沒有發現不能動 這裡不能動 所以我們教材裡面 老師有一天都特別提到這裡 這裡 常見問題裡面 特別提到這個 因為先按後按不一樣 平常我們在科學 是不是都先按下去 再縮放 你在AE裡面是先縮放再按 所以我現在回到這裡來 我先點到它 你看我一縮放 這樣有沒有縮放 可以等比例 按住SHIP 這樣有沒有變等比例 這個 剛開始大家 很容易遇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能縮放 不是不能縮放 是你SHIP 要等拖曳之後再按 好 這個小細節 要注意一下 那我現在呢 就把它拉拉拉 放到上面 你也可以像Photoshop一樣喔 我們按住空白鍵 就是什麼 變成熟 因為是同樣一家公司的 我就把這個位置 縮縮縮縮縮縮 好 按住SHIP 大約跟它一樣就好了 如果你要 差一點點也沒關係 非等比例 我們也可以接受啦 這樣子 我就擺進來了 那擺進來之後 如果我移動 後面這一張 做動畫 你有沒有發現它不會跟著我走 因為兩個是獨立的同審嗎 假設你要做兩次 當然可以 可是我是 如果能夠做一次 一次解決 不是比較快嗎 所以我們的Parent 就是在這時候 就要派上用場頭 告訴人家 誰是你爸爸 因為爸爸說走 兒子女兒 是不是要跟著走 對不對 通常我會比較 大的當爸爸 因為這樣比較好控制 所以我們來找一下 我們這一張 剛剛的這一張 是不是這個影片 你看他的後面 你看他的後面 有沒有看到他後面 這個叫做Parent 很令的 這裡有一個豬尾巴 有一個豬尾巴 你就告訴他 先確認一下 我們先看看這一張是誰 是不是下面這一張 我把它放上來好了 這樣各位比較容易看 這個 也就是他的爸爸 就是他嘛 所以呢 我們現在 現在 告訴他 按著這個豬尾巴 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這裡來 他就知道 這個是他的爸爸 有沒有看到 右手邊這裡就跑出來了 你也可以從這裡選 好 那麼 如果說 如果說 你這個豬尾巴 拉過來之後 沒有給他對好 他會躲開 你看我放開 有沒有躲回去 所以你要對好 拉拉拉拉 拉拉到這邊 放開 這樣就好了 當你做了這個連結之後 你先看看 我 點到這一張 有沒有他就跟著我走了 有點像我們Photoshop那個鏈子 那個 有沒有 連結組織的概念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麼 我們在這裡做的 這五大動畫要素裡面 剛剛不是見到五大動畫要素嗎 只有一個不會跟著他動 就是透明度 其他的 你做位移 剛剛各位看到了 你做縮棒做旋轉 他都會跟著動 所以我們試一下 你看 我來這邊做縮棒 按住拖曳 有沒有他跟著我們一起說 有 我們來旋轉看看 按住 有沒有跟著旋轉 都有 可是透明度我們測一下 有沒有發現 他不會跟著動 所以你用這個屬性 這種方式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一下透明度 還是必須要獨立做 你如果真的要在一起 我們AE 還是可以寫程式 對 他真的可以寫程式 其實Photoshop也可以寫程式 只是各位平常 大概不會想用這種方式去做 因為你們都用視覺慣了 所以 特別留意 就是我們的透明度這一塊 透明度這一塊 這個就是我們在教材裡面 特別提到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 大致上了解一下 那下個禮拜 我們再來把後面這些 把它做完 好不好 讓各位去了解一下 到底AE要怎麼做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做法 如果你要做一些放大縮小的 好到這裡 做一下放大縮小 放大 所以得到的結果 就會像這樣子啦 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拖曳的時候 他會有點馬賽克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當你的素材或做的動畫 比較粗雜的時候 你可能用拖曳 不見得馬上可以看得到 這時候用上面的這個就沒有問題啦 他就先做一次 有沒有綠色先跑出來 等到全部做完了 他就會用標準的速度去播放 好不好 先各位玩玩看 慢慢的 你也會跟AE 變成好朋友 可以嗎 呵呵 剛開始看英文結尾 真的會比較不習慣 可是 你 多用幾次 就那幾個英文名字 好 就會比較熟悉 OK